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日本想要在2020年击败中国夺得冠军 几率其实并不少很大 春山公和于2008年9月份正式上任日本女平主帅 2016年8月在日本拼协召开的面向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会议上宣布辞职 在哪支将的八年时间里 曾带领日本女拼 赢得过2012年伦多奥运会女团银牌 女单时穿加纯获得第四名 2016年里约奥运会 带队夺得女团铜牌 女拼服人爱也打到女单第四 可以说是日本国内非常享有胜率的主帅 面对日一高涨的夺怪情绪 这位前任主帅在接受采访 是呼吁大家要保持冷静 他认为 虽然最近几次比赛 日本在对阵中国是成绩不错 赢球开始时常出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向中国叫板了 不管是球员的整体水平 背后教练团队移 及国民技术对比中国还是存在巨大的差距 并且 随着日本的崛起 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警惕性也大大提高了 到东京奥运会时期 中国选手一定会针对日本球员进行重点训练 春山功课还长调 追赶中国并不是短时间就能见效的事情 我们还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提高 我们还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提高